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果然是个哀泄之人 弟妹 大哥 你感觉怎么样 就是有一点酸症的感觉 这就对了 这说明您腿还有知觉 只要坚持下去啊 说不定还有机会恢复呢 谈多谢了 弟妹 不用客气 大哥 你没事多出去走一走 别总在屋子里闷着 这样也有助于恢复呀 那今天 弟妹就陪我出去一趟吧 好 弟妹 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这戏台可真气派啊 是啊 自从上次 唐会请了雪莲之后 这里就再没唱过戏了 可是雪莲做了什么事 惹得司令府对唱戏的有了意见 那倒没有 反倒是司令府 委屈雪莲了 我还挺感兴趣的 大哥可以详细地跟我说说吗 那天 那天 去你的 当了婊子就立牌坊啊 一个不男不女的妻子 你贪什么尊重啊 今天老子就让你明白 得罪我的下场 马副司令 今天是司令的寿宴 别坏了他老人家的性质 不如交给刑舟来处置 二少爷的面子我肯定给呀 司令 再敬你一杯 来来来 走吧 你喝点 所以大哥的意思是 最后是行舟带走了雪莲 是 对了 听说之前我叫雪莲的来后府唱堂会 最后是二少将他送走的 好像是的 当时啊 我去酒窖拿酒 正好看见他们在西花园 然后呢 然后 就不知道了 当时只看见 他们在那里说话